大家好,又到了兄弟联加油系列课程时间 我是非著名讲师威哥 家中在友,不如威哥在手 大家好,我是小白 今天是我们的第30讲 那么在这一讲里面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家里面宿主是如何使用和定义的 好吧,OK,我们先看一下课程大纲 那在我们大纲里面呢 第一点是我们来了解一下宿主有什么作用 为什么要用宿主,是吧 第二个呢,是宿主它的这个具体的语法是什么样的 我们在使用当中都有哪些个步骤 OK,那有没有说,宿主是 宿主是这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宿主的概念吧,好吧 好,我们看第一个 宿主的概念里面呢,是这么来解释的 一组能够存储相同数据类型值的变量的集合 也就是这里面强调的是一组 是吧,也就是当我们有一组相同类型的数据呢 需要存储,相同类型的数据,比如说一组支付串啊 一组这个 这个整数啊,一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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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钱啊 是吧,一组这个这个这个flow的类型啊 对吧,等等这个一组数据啊 就多个嘛,是吧,多个以上 如果此时 如果我们不用这个宿主来存的话呢 那就用单个变量来存储的话呢 我们将要定义若干个变量名 对吧,比如价格 有这个不同的商品的价格 是吧,不同商品都有不同的价格吧 可能有不同的值是吧 就这个意思,那我们就可能要定义 价格一,价格二,价格三,价格四,价格五等等 很多个变量是吧,来分别存储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非常的繁琐啊 而且呢,不利于我们去维护 对吧,对于维护 哎,哦,我晕 有点晕是吧,就是比较干 是吧,对 那我们这个这样,我们结合一下这个宿主的语法 然后来点诗的,是吧 我们一边写,一边来去分析这个宿主 错了,OK,好 这是语法,我们先看一下语法 它的这个,这个,呃,声明的方式 而宿主呢,它是这样的,这样来声明的 是用个中国号来表示 语,中国号表示 语,数主的声明方式呢 我们这里面列出来三种,三种方式使用的方式 第一个呢,前面是这个数据的类型 是吧,变量名吧,INT类型,是吧 我们的INT类型的变量,OK 然后后面是根的是一个X X就是我们的变量名了,紧接了一个中国号 哦,表示这个X呢,就是一个INT类型的宿主 哦,明白了吧 好,这个这个,这个中国号呢,可以放这个INT后边 也可以放变量名后边 哦,放哪都可以,你看下面这个声明 第二种就是把中国号放在类型的后边,是吧 INT类型的后边,X等于,这里是6一个INT类型的中号3 前面呢,先声明,没有,还没有这个,这个真正的去生成这个变量 我们这里叫什么呢,因为变量存储,数主需要存储很多个数据啊 啊,存储数据需要用什么呢,需要内存空间,对吧 这个我们后面呢,再会给大家去解释 就是分析一下这个,这个数主是如何存储啊,内存里面结构 好吧,这是这样的,然后用6这个关键字 然后呢,去给它分配这个数主的这个,然后三个空间 分配三个空间,这是意思,OK 然后第三种方法呢,就是,6一个这个整形的一个数主 然后并且呢,三个空间里面分别存了三个值 更一步到位是吧,一步到位的方式,OK 好,下面这种就是上面这种的一个简写方式 我们先一边来写吧 好,我们打开这个,我们这个code 这个代码的第三次仰是吧,我们定义了一个array 代码,我们打开 好,假如说刚才我们那个例子里面,INT一个 我们刚才说中号方前面后面都行是吧,对 X,对吧,X,我们叫X1吧,X1 这就叫什么呢,这叫声明一个什么 印的数主,对,整形的数主 是吧,现在一声明完整形数能不能用呢 还不能用,还不能用啊,现在只是声明 还有声明,还没有给它呢分配,分配这个空间 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定义单个变量的时候 它就直接就分配空间了,对吧 但数主呢,需要我们去给它分配空间 所以这是第二股我们要做的,VX1怎么样 分配空间,分配空间用new这个关键字 我们后面呢还会再给大家去讲解 这个new关键字是具体什么意思 好吧,现在呢大家先理解为 new就是分给这个分配空间 是吧,分配空间的意思,分配内存空间 好,我们分配一个int类型的内存空间 几个呢,比如说 三个,对吧 那么这一步呢,就是 叫什么呢 VX1这个数主 什么 分配 内存空间 几个呀,三个 三个,可以存 分配一个可以存三个整形的空间 对吧,是这个意思 连起来的 好,这是一种 也就是说先声明 然后再分配空间 后面呢我们就可以去怎么样 可以使用了是吧 使用了,那么X1怎么使用呢 X1,使用数主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到一个下标 数主是有这个位置下标的 比如说X第一 第一个位置呢就是从0开始 OK,就在中括号里面来打 这样的话呢 X1呢是不是表示X1的第0个位置 对吧 第0个位置我们复值 比如说等于10 对吧 X1,中括号 1这个位置,是吧 下标为1 下标就是它的位置 我们一个数主是排列的 数据排列的 那它就第一个位置就是 下标就是0 对吧 第二个位置下标就是1 以此类推 是吧 以此类推 下标是从0开始 下标从0开始 那第一个位置就是0 是吧 那第二个呢是20 比如说X1 然后再来一个怎么3 第三个位置是2嘛 对吧 比较等于30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给数主怎么样 负值 负值 i个位置负值 是吧 每个位置只能存3个 只能存3个 这边写3 那么这个最大值就是应该是 是吧 2 就不能再写3了 写3就是错了 明白了吧 写3就是错了 这是这样一种 先定义 是吧 先声明 再分配空间 然后再负值 3个步骤 OK 就是这3个步骤 好 那么还有一个方式就是 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inter一个X2 直接我们看到PPT里面 会怎么来写 直接另外一个空间是吧 是可以的 或者直接另外一个空间的时候 给它怎么样 负值 直接负值 另外一个inter类型的 数组 是吧 另外一个inter类型的数组 是几啊 比如说 直接负值 里面就不用 不用写大小了是吧 不用写大小了 注意 你这里new的时候 必须这里面中间要填大小是吧 中间填大小是3 就是几个几个 这个值不能不写 一定要写的 对吧 那么在这直接写的时候呢 这里中文号就不用写了 因为为什么不用写啊 因为从后边来写 知道吧 这样分号 这是 这个方式就是 诶 定义一个数组 是吧 嗯 就是并怎么样 分配空间 内存空间 啊 并且复制 再 复制 怎么样 复制 对 再复制 就三步是不是并一步走了 嗯对 对吧 这是分成三个步骤 这是三步并一步走了 嗯 三步并一步走的时候 这里面这个中号就不用给值了 因为 为什么它不用给值 因为由后面 数组的这个位置里面的值 的 总数来决定这个数组有多大 对吧 诶 有这样的有多大 就不需要再重新去去写了 明白了吧 诶就这个意思 诶 还是比较繁琐是吧 比较繁琐 所以说我们还有一种怎么样 还有一种简写的方式 直接用什么呀 直接就是x3等于 直接大框 还是这个简单 诶对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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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只能用 里面只能存那个数值类型的吗 哎 就什么类型的数组是吧 我们说这个数组呢 是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类型 各种不同是吧 什么任意类型都可以 哎 都是没有问题的 都可以的 哎 比如说我们这个 可以用支部串的类型 支部串对 支部串 我们之前给讲 给大家讲过 是用什么呀 这个这个实骏 是吧 这个东西代表一个支部串的意思 嗯 明白了吗 哎 呃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这个啊 据说这个小白这个这个这个女友若干是吧 哦 这传说是真的 是真的 是吧 嗯 OK 那我们就以你这个 把你这个 从古到今的女友 给大家名字给大家列一列 哦 了 OK 哦 了 托儿托儿了 好 那我们就定一个支部串 类型的这个数组 是吧 好 支部串类型的数组 也是中号啊 注意 前面加类型 把类型换掉就行了 对吧 哦 从而还是中号 然后呢 是叫Names OK 好 我们等于多少呢 那我们就用下面这种方式了 直接大括号是吧 嗯 大括号 OK 呃 数值呢 里面每个只用逗号分开是吧 嗯 那我们这儿 支部串呢 支部串要加引号是吧 哦 不能来信 OK 呃 第一个女朋友是 我呢就初恋叫 梦梦 哎呀 还梦梦啊 啊 初恋叫 梦梦啊 是 我初恋 真 真是 啊 你看 哎呀 还刻上了 梦梦 初恋嘛 哦 OK 梦梦是吧 嗯 梦梦 OK 那个第二个女友是 蠢蠢 哎呀 蠢蠢 还蠢蠢 看你就不蠢 是吧 叫蠢蠢 哎 第三个 叫蒙蒙 哎呀 蒙蒙啊 嗯 这个看你有说这个类型 啊 都是比较那个可爱型是吧 对呀 嗯 第四个 爱爱 哎呀 还爱爱 爱爱 是吧 嗯 OK OK 呃 下一个 最后一个吧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吧 最后一个我知道 啊 芬芬 啊 还不啊 魏哥不会天天再来一起吃一起睡啊 了解我 最后一个芬芬 是吧 嗯 我还记得很清楚 好 呃 那这就是 呃 咱小白的这个 呃 这个这个这个从古到今 这个的这个 啊 大概 大概 好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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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古到今是吧 啊 对对对 中间比较深刻的是吧 啊 对 比较深刻的这个 各个女友们的名字 好吧 那这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名字呢 也可以定义为这样一个宿主 嗯 对吧 那一共有多少个呢 我们从这数就数五了是吧 对那程序怎么知道有多少个呢 实际上宿主啊给我们提供了啊 啊 这样一种便利的一个条件 就说我们可以呢打印出这个宿主 一共它的长度是多少 哦 明白了吧 要打印出这个长度 对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啊 获取这个 呃 宿主 最什么宿主都是一样的啊 都有啊 宿主的长度 长度 对 如何获取宿主的长度呢 宿主里面呢 有一个属性啊 叫 但是叫 lens l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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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n 对 这是lens 那lens 表示长度的意思 这是任何宿主都有了啊 这个x1也有 对吧 x2也有 x3也有 明白了吗 所有宿主都有这个 你就可以这样去输出 比如说我把这个宿主呢 可以是不是可以先输出出来 可以吧 嗯 好 在这呢 就是说Names的长度是 对吧 加上Names的Lens 可以吧 我们编译一下 你看是不是长度是5 对吧 5 5 那我们刚才说长度是5 那它最大的下标位置应该是几 4 没有错 还记得很清楚 因为第一个位置是0 对吧 那我如何把这个宿主 比如说里面的所有的元素都打印出来呢 所有内容都打印出来呢 宿主里面的各个内容 我们又可以叫元素 元素 对这个第一个元素 第二个元素 第三个元素 对吧 元素的下标 这样写 孟蒙这个元素的下标就叫0 对吧 这么去说 好吧 那么输出这个宿主呢 我们可以用前面所学的这个什么 循环对吧 for循环 我们可以用for循环 这样的方式 inter i 我们说下标从几开始 0开始对吧 0开始所以就等于0 那么i小于几呢 是不是names.lens lens的啊对吧 lens lens就是它的长度 小于不能等于啊 等于就错了是吧 对 ok i++ 好 每次加1是吧 对 每次加1 那这个循环呢 我们就用来怎么样了 叫输出这个宿主的所有元素 元素 所有元素 或者我们这个有个名词叫什么呢 叫便利 便利 便利就是从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 i个输出一下是吧 i个便利一下 一般可以这么说 好吧 ok 那输出的时候怎么输出呢 每一个啊 单个输出了 好吧 单个输出 ok 我们这里打印一下 比如说这个小白的第几个是吧 第几个啊 第i个是吧 对吧 第i个 i个是吧 i加一个啊 i加一个就第一个 里面第零个不能这么算 对吧 对 i加一个 再加上 个女友的名字是 对吧 加上几呢 加上几呢 我们说去给这个下标 给这个宿主 去复值的时候 我们用是 x中号0 去给它复值是吗 对 同样啊 同样我们要输出它里面的元素值的话呢 也是要用下标去取值 叫 就是names 中号 i 对 names中号i 就不可以把这个词呢 输出出来了 就这样的 names就是我们这个数值 对吧 中复号就是这个啊 里面这个这个 呃 表示数值里面的 i是表示数值里面下标 对吧 就把这个 第第1个元素取出来输出 对吧 ok 再连一下 小白 d 这个因为 为什么会 01 1 2 1 3 1 4 1 没有 因为这里可能跟支付串连起来 它先连这个是吧 所以这里我们需要加什么 括号 加括号就可以了 ok 因为它先跟支付串连 对吧 好 第一个女友的名字是 m'm 第二个 纯串 第三个 m'm i i 再放一放 对吧 ok 这是宿主的这个 基本的这个语法运用 嗯 我们就给大家先讲到这 谢谢大家 威哥在手 天下我有 下期再见